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ay there go 我們一起來看天氣 這幾天天氣還不錯 不過天氣改變了 東北風影響 有些境外污染物移入 目前來看的話 這樣的東北風 溫度會稍微下滑 早晚溫差比較大 會持續到下禮拜二三左右的時間 那玉兔會往菲律賓 目前整個趨勢是這樣來看的 那外圍環流可能下禮拜 禮拜三禮拜四會影響到 北部跟東半部 所以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看有沒有共半效應 共半效應可能都會發生 因為這個時候呢 東北風有些影響 但是老實說 這個颱風還蠻大的 未來是在一個減弱的過程當中 如何遷移有很大變動的空間 你看這個颱風也又清晰可見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過去的預測 其實過去預測蠻發散的 一直到今天大概就比較明確了 可以看得出來 它會往西邊走 原來這麼多條 這是很多條路徑的預測 現在大概是比較集中的 大概會往菲律賓方向接近 當然啦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有東北風了 如果它走到這個地方 配合上東北風 當然就容易有些共半效應的 直接的影響 這個相對的影響就會比較大 這是我們要關注的焦點 我們看一下如果 根據這個預測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到禮拜二的之前 不會受到颱風太明顯的影響 但是呢當這個禮拜二三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禮拜二三的時候 它在接近菲律賓的時候 外圍水氣可能就會跟東北風 有一些合作的這種合共半效應 這個時候呢 北部東半部就容易有雨 那各位有沒有看 這個又被拉起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颱風呢 到了這個菲律賓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一個減弱的過程當中 配合上東北風 它就是在冷空氣下來 這是對颱風來說的話 最大的壓力 它可能就會慢慢的減弱消散 會有這樣的變動性空間存在 所以請大家呢 好好珍惜這幾天 雖然溫度下滑了 北部會比較明顯 那這兩天要注意空氣污染 今天整大片 這個時候呢 對於中國東岸 是屬於很容易 污染物累積的一個過程 排不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 也有時候條件好的時候 也會把東北風帶來一些污染物 影響到台灣 禮拜六 禮拜六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接下來呢 禮拜天可能會好一點點 但是一直都在旁邊 請大家敏感族群要留意一下 像這幾天已經有地方 已經不涼了 這幾天不大會下雨 只有迎封面一些藕陣雨而已 禮拜三開始要稍微注意一下 禮拜三開始注意一下 可能呢 這個共敗效應會有一些發酵 那另外呢 禮拜六晚上呢 要注意空氣品質 北部有時候有一點點 那是中南部還是比較嚴重 高雄呢已經到達很多地方 到達這個所有住均 不健康等級的水準 大致上呢 這個北部呢 溫度有明顯下滑 跟昨天相比下滑了不少 南部來說的話 相對的也有一點下滑 但是沒有像這個 北部那麼的明顯 東半部也有一點下滑 那我們看一下明天 其實明天來說的話 清晨的地溫 在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個沿海呢 其實在於這個南雲家這邊 也會降到20度以下 這個呢其實就有點涼的感覺 所以中南部的朋友 要注意一下穿著 早晚的時候 今天晚上大概中部以北呢 要注意一下 這個棉被呢 可能要比涼被再多一點點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大致上呢 空氣品質 明天也是可能會跟今天很像 中南部呢 要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北部呢 有些地方也有些局部的 這個標起來 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可能都有一些境外的污染 大致上呢 未來這幾天天氣上是 還不錯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喔 像這樣的天氣呢 其實 接下來就會有颱風遇吐的壓力了 不過那是禮拜三 我們再隨時會 給大家 抓緊這個相關的資訊 請各位隨時鎖定我們 以上是今天的WeatherGo 我們明天見